仔细看,这个男人吃螃蟹居然不吐骨头,嘴角流出了血迹,但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喉咙里咽,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他,来哥坐在旁边也不敢出声,只见男人吃得满嘴都刺出了血泡,好不容易吃完一只,日本商会金会长命令他再继续忙吃,来哥实在受不了了,毕竟阿鲍是他的得力手下,阿鲍立马跪在地上苦苦求饶,但金会长丝毫没有怜悯,到底是什么事情让金会长如此动怒,原来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首先,那天金会长被泰国人巴宋拦住,用金石炸弹要挟他交出一亿美金,以表示对货品被劫,兄弟被杀负责,金会长前脚刚答应带巴宋去取现金,就被来哥带人一枪打伤巴宋,此举不仅让金会长显得言而无信,而且让之后与泰国人更难交易,并且也因此泰国人马上安排人手,对金会长的妹妹小雪下手,还好大卫及时赶到,众人奋力总算是救下了小雪,但事后金会长又多花了两个亿, 才摆平此事,重新与泰国人和好,此事在金会长心里埋下种子,隔天又出现一件让他记守的事情,日本商会好不容易拿下罗斯福赌场酒店,客人却被天敌和盛全部拉走,整个赌场大厅一个客人都没有,来哥和阿豹眼睁睁看着却毫无办法,四眼哥带出的大卫却大不一样,他回去请天和地盛的老兄弟吃饭喝酒,动之以勤,小之以礼,让他们把客人带到罗斯福, 承诺再多加两个点的提成,并且在罗斯福酒店内,他积极招待大客户,以他的帅气和他的聪明才智,再加上他拼命的喝到吐了一次又一次,日本商会经营的罗斯福,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把客人全都拉回来了,来哥和阿豹愁眉苦脸,金会长看着却是满脸笑容, 他对这个年轻人甚是满意,可天和的大飞哥看不下去了,他立马派人将这些背叛天和,把客人都拉到罗斯福的人暗中放倒,随之聪明的大卫竟然利用此事,当着两帮人的面,说这就是大飞哥的不得人心,兄弟们跟着他混不到饭吃,为了养家糊口才投靠到罗斯福,跟着大卫吃香的喝辣的有何不好,就这样本来是一次危机,却被大卫用来更好的招兵买马,金会长在车内看着大卫的表现,显得更为满意了,而这天,金会长特地请 大卫吃饭,谁知刚一开席不懂事的阿豹,居然直接抢走了金会长的那只螃蟹,这下金会长再也忍不住了,你阿豹干啥啥不行,抢吃抢喝手速到挺快,你不是要吃螃蟹吗,这次就让你吃个够,但是你要整只吞下去,不准吐刺,所以说这跟着日本人后头做事,也不是那么好混的,来哥再三求情,金会长发话了,以后阿豹的行动组就交给大卫带队,大卫立马感谢,可是这么优秀的大卫,不是一直跟着大飞哥在天和做事吗? 怎么会突然倒哥,跑到日本烧回来了呢?原来天和早就不是之前的天和了,大飞哥也早就不是之前的大飞了,注意看,这两个小弟正在向大飞哥汇报,突然大飞起身就是一酒瓶子,接下来又是一顿猛踢,被打的两人都是公司老员工,这次因为办公司要债没有要回来,大飞哥便大发雷霆,刚好被东哥和大卫碰上,大卫说这些人以前都是跟四眼哥的,就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谁知大飞哥一听更加恼火了,四眼的人我就不能动了吗?我今天就是要动死他的人,大卫再三劝阻,大飞却让大卫立马走人,去跟他的四眼哥,并且放言 邓哥听着立马来气了,起身就要碰揍大飞,就在这时,君生哥大哭起来,好兄弟为什么要打架,众人这才停止,然后不欢而散 自从大飞哥管理天和商会之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一样,他现大卫在一周之内杀掉阿豹,否则就将他赶出澳门,赌场有人还不起赌债,他躺在躺椅上就把人抓了进来 警告那人三天之内若还不上钱,就把那人的妹妹弄进夜总会还账,那人哭着求情 大飞看得懒得看一眼,不仅如此,他刚上任就将公司大量裁员 没人就没人,爷这地儿,能干就干,不能干就个鬼蛋 大小姐让他别把元老都赶走,他却让大小姐不要多管闲事,这天全书顺书也找到大飞 原来大飞派小弟放高利贷被公司知道了,但大飞一口否认,说不认识这个小弟 并且说只要他把营业额搞起来,其他的就不用二老操心了,搞得玄名二老好事尴尬啊 隔天,大飞由于不想杀人,大飞哥照着大飞就是一耳光子 大飞摸了摸嘴裙,转身就离开了 就这样,好好的天和商会,一时间被大飞搞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可是这天,他又手捧天花,来到大小姐楼下,想跟大小姐重归如好 大小姐对他一记失望透顶,推开大飞直接开车离去 大飞一路紧跟到公园,说他爱贺小姐的心一直没变 说完一把搂过贺小姐,大小姐这边貌似是平息了 可是另一边,东哥却出大事了 东哥被绑在一间黑暗屋子里,阿豹笑咪咪的给他上了一堆玩具 东哥大吼给我放开,不料阿豹上去就是一酒瓶子 东哥一下子打毛了,这突然是蹭到哪出 原来这一切都是日本商会金会长的地毛 他们上次同泰国人交易,钱和货同时被人拦截 然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出十倍的价钱让泰国人这次运送比上次多两倍的货 但是货送到了他却又不收货 金会长有两手准备 第一,如果此次交易时又被拦截 说明劫匪并不是冲着他们日本商会 第二,如果此次交易没有人拦截 他们也不收货,那泰国人肯定会把货卖给下家 这个下家就肯定是上次结他们货的人 没想到的是,文哥碰到了这条路子 他从东哥那儿借到五百万美金 直升去跟泰国人交易了 东哥却早早的发现不对劲 也开车跟了过去 文哥正在跟泰国人交易时 东哥就趴在门缝里看着 突然一只黑枪顶向他的脑袋 带到一间暗房 阿豹就紧逼质问东哥 上次的货藏在哪儿 于是被阿豹一帮人狠揍了一对儿 可恨的阿豹还不罢休 待东哥醒来 居然给东哥注射了满满一针罐 东哥使劲的睁大眼睛 慢慢的还是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 东哥已经四肢无力 他强撑着走到海边 终究还是晕倒过去 万幸被大卫及时找到了 大卫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他赶紧给四眼哥打去电话 四眼哥跟金会长 两人正喝得大醉如泥 听到大卫说 东哥被阿豹注射毒品 他让大卫千万不要送去医院 等他来安排 金会长还赶紧过来打开免提 还好大卫也是机灵 总算是没露出马脚 四眼哥刚一出门 金会长就派人跟了上去 而且发话 如果发现四眼不对劲 可以当场干掉 原来这金会长和四眼哥都是装罪 真是一对狡猾的老狐狸啊 四眼哥在车上电话安排好碰头的地址 果然四眼哥来到一处偏僻的房子 房子里出了一个漂亮的女人 两个人很是亲切 金会长看到视频也很是纳闷 可是杀手依然在外面没走 直到他们听到房内发出奇怪的声音 金会长这才通知杀手撤离 原来这个女人是安琪在医院的同事 她已经为东哥注射截毒剂 剩下的就要看东哥自己能不能挺过去了 刚刚真的是好险好险 如果乐出半点的不对劲 金会长都会下令杀人灭口的 看来跟这群日本人打交道要随时小心 还好四眼哥聪慧过人 提前都料想到了金会长的猜疑 可是等他来到KTV找到阿文 文哥却打死都不承认 自己昨晚从泰国人那里买下了一箱毒品 正当四眼哥对赖皮的阿文无计可施时 金神哥却笑眯眯的推进来一个箱子 你们是不是要找这个 这下看见阿文还怎么抵赖 两个人还在争执 金神哥又笑眯眯的说 他已经报警了 福伯勒很快就会赶来 你说这一直 considered 你去 tér坏东西 感谢观看